争夺One Piece大秘宝的名单公布 超越神之谷大战的驻使人之战 海子王漫画1121话 贝加庞克在捷舞的广播继续说道 无论是否是乔伊波伊的期望之人 海子王世界的命运将由那个找到One Piece的人决定 而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个双开业的巨幅画面之中 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的画面 他们分别是四皇八基 黑胡子 路飞 红发 海军赤犬 科比 青智 哥们军领袖多拉格 参谋长萨波 最终反派英武 神之骑士团团长嘉林 以及那个疑似就是红发双胞胎兄弟的神秘人 这个阵容可以说是豪华全明星级别 这个画面伟天也基本在告诉我们 最终争夺大秘宝的人 就是这些海子王目前的全明星 他们正好就代表了海贼 海军 革命军 世界政府 四大阵营 四皇海贼之间本来就互为对手 海贼跟海军有天然的对立 革命军和世界政府神之骑士团 更是针锋相对 这四股力量现在又要一起争夺大秘宝 One Piece大秘宝究竟会落入水手呢 这个世界的命运将会由谁决定呢 我看好那个满含热泪的男人